各位自由時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台安庫文 大家好位謝沛婚 夏沛婚 你的口口餐是什麼 真的假的 為什麼 不知道耶 三個人是幾個 青春可愛活潑 有什麼部分是屁好嗎 每一餐都要吃肉 你最喜歡吃什麼肉 牛肉 豬肉 雞肉 我不太喜歡吃羊肉 那對於她做女孩跟學霸 你們這樣這些稱號有什麼看法 一開始覺得很煩 現在可以接收了 那如果可以跟一個自製人物 交換身體 你會選誰 林奕華 因為我覺得她有奇經異骨 可以瞬間隔夜就恢復 那如果可以有超能力 你會想要什麼 隱分生之術 這樣我可以同時出現在很多地方拜票 那你覺得愛情是什麼呢 愛情是什麼 好難喔 大家 愛情是什麼 愛情是包容 很像我想到愛與包容 長得帥 太膚淺了 長得帥很重要啦 內在 當然一定要說心地善良囉 那你覺得自己是標準的雙座嗎 借在標準與不標準之間 我覺得心思細密的話 是標準的雙座 可是我的心智很堅強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你有用脫口搜尋過一次嗎 有耶 一開始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就覺得還好了 可以抽離 如果要跟韓國瑜或我們撕白 在小道上帶一走 你會選誰 韓國瑜 他們就好笑 當然是先玩樂 然後考前再來就是平客業 沒有 但是在平客業的時候非常的專心 心無旁鋪 我看到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相反的立場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思維 讓我身為台灣人的擁 政治就是服務中人 就是韓國瑜跟蔡英文的差別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勇於承擔 我最關心台灣身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能夠繼續維持我們現在民主自由的社會現狀 年輕人的居住正義的問題 睡覺 微笑面對 有民眾給我食物吃 我覺得大安區很特別的是 我們都說它是知識欄跟經濟欄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再以藍綠的框架來看大安區的選舉 其實是蠻看不起知識欄跟經濟欄的判斷能力的 我還蠻期待這一次1月11號的選舉 我們大安區能夠開創新局 能夠讓大家知道 我們大安區並不是深藍鐵板一塊 現在大家看到香港的反送中 台灣人心裡都非常的憂心 那我上任之後絕對會拒絕一國兩制 拒絕和平協議 防止台灣變成下一個香港 那大安區雖然說大家認為都豪宅很多 但其實我們有很多老舊的建築 我會力推就是我們都市為老條例的修法 我會落實強化我們學校的雙五政策 因為我自己是從小到大沒有在外面補過英文 所以我一直都相信學校的教育就可以教導出 能夠與國際接軌的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無編的海洋洋 我會出榜的日子 臉鞋的明山 七星會愛水 卡莫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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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路順風黏歌詩 水月下暗淡求我 快樂會出榜答 哎呀 很難聽是吧 我要去躲起來了 好大耶 好大耶